我们继续拿这些例题来验证一下我们前些时候学的这些知识 好,我们看例题26 When you left, elevate the shoulder,或者叫rest up, left shoulde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keep relaxed? A. Left up trapezius B. Right upper trapezius C. Left lower trapezius D. Right lower trapezius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看看这道题他问的是什么 应该答哪一个答案是最好的 来,我们看看这道题 他说当你有一个动作叫做左边的提升肩膀 提升左肩膀或者叫做rest up也是升高左肩膀 来,我们看一看 做动作是把左肩膀提升 哎,这个动作 然后呢,他说哪一个肌肉 是保持放松的 提升左肩膀的时候 左上席方肌是紧张的 啊,他问哪一个是放松的 答案正好给了四个一呢 A叫做左上席方肌 就是这个 哎,一个是左上 一个是右上 一个是左下 一个是右下 啊,给了这四个 在这四个答案当中 啊,我们要选一个 我们看一看 他说的是提升左上肩胀部 说的是这个动作 以前呢,我认为应该是右下 啊,因为他这个右下呢,离得最远 完全不相干 后来我看看这道题啊 我感觉考虑应该是左下 为什么应该是左下呢 因为他说的是提升左上的时候 左下是他的对抗肌 左上收缩 左下拉伸 对抗肌是相反的动作 啊,所以呢 根据考点来讲 应该是左下 才真正是有意义去考这件事 当然了 如果要是说右下的话 右下肯定是完全放松的 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做左上左下的这个动作 跟右下是最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从考试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这个左下卸方肌 左下卸方肌 这个位置 正好是左上的对抗肌 那么就有考试的意义 告诉你这是相互意志法则 有一个对抗肌的作用 啊,他考起来呢 才有意义 要不考右下没有什么意义 啊,所以呢 我现在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 左下会好一点 好 我们看看第例题二十七 这道题他又问的是什么 啊,我们看这道题 他主要是说一个 哪一个肌肉 pepper 过度的紧张 啊,高度紧张的这个肌肉 能执行一个怎么样呢 压力 啊,直接的压力 关于我们的做骨神经 关于我们的做骨神经 啊,谁 高度紧张的肌肉 对于做骨神经 有一个直接的压力 啊,我们首先看一下 做骨神经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做骨神经啊,非常明显 技术概念熟的同学肯定就知道我们的梨状肌是主要对做骨神经做压迫的一个肌肉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那么答案当中呢,给的是腰方肌 我们的 逢降肌 我们的内收肠肌 和梨状肌 腰方肌在深层次的地方 在我们腰部的内侧 啊,这是腰方肌 腰方肌和做骨神经 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逢降肌在我们的大腿前内侧啊 也和做骨神经没有直接的关系 内收肠肌啊,在这也和做骨神经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这个位置上来讲 以下四个答案和做骨神经在我们身体的后侧啊 只有梨状肌是和它是同一个方向在身体的后侧的 其他几个全在身体的前侧啊 腰方肌虽然在身体的后侧 但是呢,它在我们的 恰骨以上啊 和这个做骨神经离得太远 也不能直接对做骨神经造成任何的影响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梨状肌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一看,这道题又是怎么回事儿 他给了一个动作 以下哪一个肌肉 干嘛呢 能够 弯曲进步 哎 弯曲进步 首先告诉你一个动作去劲 低头 把头低下来 去静 A呢叫做啊 能够拼出来吗 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这叫横几肌 后面是我们的肌肉 前面是横几肌 横几肌是挺深层的一个我们肌肉旁边的一个肌肉啊 B呢是什么呀 肩甲T肌 这个都知道了肩甲T肌 C呢是胸挫複动肌 啊 胸挫複动肌最后一个呢 头甲肌啊 头甲肌 头甲肌 头甲肌在我们脖子上啊 在我们脖子上脖子后面 头甲肌 这头甲肌 头甲肌在这儿啊 然后呢胸挫複动肌在前面 这是胸挫複动肌 肩甲T肌 在这个位置 啊 横几肌在里面啊 里面的小肌肉 趋劲 低头 应该是哪一个呀 胸挫複动肌啊 胸挫複动肌是负责趋劲 典型的趋劲肌 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低头趋劲这个动作 马上想到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胸挫複动肌啊 胸挫複动肌比较strong A选项 他说的是 横几肌 我们的这个肌肉上的肌肉 和我们头颈关系不大 肩甲T肌负责提升肩甲骨 啊也不是为了取头用的 我们的头夹肌呢 又是伸头用的啊 如果他要是extension的neck 我们说这个头夹肌的作用就是最大的啊 好 我们看29 好 我们看看这道题问题是什么 好 我们看看这道题问题是什么 哎 哎 当执行一个相互抑制法则的时候 哎 关于一个什么呢 紧张的 卡经诉 啊 紧张的卡经诉 哪一个机组 是主动的收缩 哎 主动的收缩 哪个机组主动收缩呢 内收啊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卡经诉在哪 在大腿外侧 这个白色的卡经诉 对吧 Ely Tibia Band ITB 他过度紧张的时候 我们这个腿肯定是做向外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在大腿外侧 所以我们这个腿是做外展动作 那么他说一个 Recycle Inhibition 我们的相互抑制 相互抑制一个紧张的卡经诉 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相反的动作 做内收 哎 内收 那么这个内收的动作 就是A选项 内收机 啊 内收机 B是什么呀 古斯投机 古斯投机 C呢 后面的国生机啊 国生机 这个叫做外展 外展机 好 我们看 第30 我们看第30 A.Scalate B.Terraminer C.Satose anterior D.Petaculate Major 这是个基础概念题 有同学马上说出来了 哪一个肌肉附着在ATTA附着在什么 第一到第九肋骨和哪里 肩胛骨的内侧脚 肩胛骨内侧脚 A是谁啊 A是斜脚肌 我们只要看到它肋骨和肩胛骨 马上想到这个斜脚肌根本就不可能 连思考都不用思考啊 这斜脚肌在脖子上的 虚脚肌 小圆肌小圆肌在哪在后背上 后背上它也和肋骨没关系 和肩胛骨倒是有点关系 对吧 和肩胛骨有关系啊 肩胛骨的外边 这小圆肌 前巨肌 前巨肌和它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前巨肌是典型的 第一到第九类 然后和肩胛骨的内侧 对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概念性的描述 最后一个呢 胸大肌 胸大肌和肋骨有关系吗 胸大肌和肋骨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胸大肌也复若在肋骨上 胸大肌复若在锁骨上 胸骨上和肋骨上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肱骨啊 这是胸大肌 胸大肌的一个走向 但是呢 胸大肌和肩胛骨是没有关系的 胸大肌和肩胛骨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道题就是考一个概念啊 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前巨肌的一个特点 就是第1到第9类股 当然了 有的题目他没有写第9写第8 还也可以啊 不用纠结啊 有这么长的就是前巨肌 1到8也好 1到9也好 都可以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应应该是前巨肌 好 例题31 他提到的一个词叫做 网球轴 网球轴 这道题最关键就是这一个字 没有别的 就是哪一个肌肉最怎么样啊 最怎么样 最相关 最影响 网球轴 给了4个肌肉啊 分别是 饶策 饶策 身腕 短肌 饶策 身腕 长肌 我们的身指肌 和尺侧 腕身肌 这么几个肌肉 这道题呢 主要看看这几个字啊 饶 短 长 carp carpi 代表我们的手腕啊 estine 是伸展啊 digi 是指 手指或者脚趾都可以啊 手指和脚趾都可以 云门 代表尺 别看他这么长的一个词组啊 很容易就拼写出来 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选项 啊 a选项 短 饶测身腕短肌 这道题其实有一定难度 因为abcd四个啊 全部和网球轴有关 都有关 只不过他这个a选项 饶测身腕短肌 作用最大 影响最大啊 所以大家注意 这道题其实应该是把abcd全记下来 任何其中之一的答案出现了 都有可能是网球轴 那这道题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题 如果要是给你其他的几个备写答案 比如说饶测身腕长肌 没有饶测身腕短 然后给你七七八八一些其他的肌肉 什么手上的脚上的 胳膊上的 那么我们饶测身腕长肌 就会成为正确的答案 因为他说的是最受影响的 以下肌肉 他有一个前提 哪一个肌肉是最受影响的 他是一个比较级 现在考试当中也经常会是这样啊 他没有固定的这个选项 他是一个比较级 在这四个当中 A 饶测身腕短肌 是最影响的 影响力最大的 那么换成其他几个比较 没有A了 BCD B就是最大的 所以说他看你给什么答案 为什么我经常强调大家不要去背诵这个答案 就是因为这个 你终于有一天 背熟了 网球轴就对应着饶测身腕短肌 记得清清楚楚 结果考试的时候没有这个选项你怎么办 所以你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知道为什么要选他 为什么其他三个都不对 好 理题三差二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 以下哪一个肌肉怎么样 拉伸无力 关于慢性的 Lar bag是哪里 Lar bag就是腰啊 Lar bag就是腰啊 下背部就是我们的腰 就是腰腰腾 腰腾 慢性的腰腾 以下哪一个肌肉 伸展啊 拉伸的时候啊 减弱 好 我们看一看给了四个选项 A是腰方肌 A是腰方肌 B是卡腰肌 C是囤肌 最后一个是腐质肌 腐质肌 从判断上来讲 从判断上来讲 腰疼 后腰疼 我们尽可能去考虑的方向是离他比较近的肌肉 哎 离他比较近的肌肉 所以呢 我们腐质肌呢 虽然也是拉伸 但是呢 离他比较远 腰大肌也是啊 因为腰大肌在深层 腰大肌在里面啊 腰大肌在深层 所以呢 腰大肌和他影响的也不是太直观 不是叫他卡腰肌啊 卡腰肌在前面 哎 然后囤肌 囤肌是离后腰是最近的一个位置 啊 离后腰最近的位置 所以呢 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囤肌啊 当后腰痛的时候 哎 拉伸伸展减弱是囤肌 好 GT33 好 A garfer has pain in the forearm and the head depressed the grab and strong which muscle is in void A extension digital lungs B 叫做 supernator C supernator D flexor digitized lungs 我们看看这道题啊 问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情况 这是个什么病啊 好 我们看看这个啊 他是一个高尔夫 Heads pain 高尔夫是高尔夫球手 高尔夫球手他疼 疼在哪呢 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是高尔夫球肘 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是高尔夫球肘 用了另外一个词描述说高尔夫球手啊 做高尔夫运动的这个人他手臂疼 这就是一个高尔夫球肘啊 高尔夫球肘然后怎么样呢 减弱 减弱了一个握力 抓握的力量减弱 握不住肝了 哪个肌肉涉及到 哪个肌肉涉及到啊 正常来讲 高尔夫球肘应该考虑什么样的一个肌肉啊 高尔夫球肘我们说高尔夫球肘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高尔夫球肘应该是在内上科 对吧 内上科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趋级 对吧 要考虑一个趋级 如果要是说网球肘我们就在外上科 考虑一个升级 啊 大家要把这个计程概念记住啊 高尔夫球肘在内上科是趋级 网球肘是外上科在升级啊 高内往外 好 这道题有没有趋级 哎呦 有趋级 要不要选这个递选项 要不要选这个趋级 大家注意啊 我说过这个虽然是屈肌 但是呢 它屈指的长 这个长在脚上 digital代表手和脚 手和脚都可以用这个词 但是 后面跟着长短的 就在脚上 说的是脚上的肌肉 说深浅的才是在手上的肌肉 所以呢 这个虽然是屈肌 但它不在手上 不在手上 同样啊 A也是两个都是脚上的肌肉 B和C 这个两个是在手上的 一个悬后一个悬前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到底是哪一个呢 哎 你看啊 这个肌肉是什么肌肉 是B还是C 哎 这是B还是C 哎 大家看一看 这两个就差不多啊 放大点啊 这是Pernator Terrace 这个是悬前击 注意了啊 注意了啊 悬前击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大家要看图 就是在这儿 如果要是图很熟的话 一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Pernator 这是悬前击 啊 记住了啊 这是悬前击 悬前击的位置 在哪啊 在内上课 所以它附和谁啊 附和我们这个 网球轴的这个 高辅球轴的这个概念 我们看例题34 这道题提到了一个新的病的名字 叫做什么呀 斜径 斜径就是脖子是歪的 脖子是歪的 斜径 斜径 无论往哪边歪都可以 它是歪的 就是斜径 斜径后面说的是什么呀 单侧的 过度的 精卵 这个时候涉及的 肌肉或者是这个肌组 是谁 给了四个 A是肩甲提计 肩甲提计 在后面在这 它主要负责动作是什么 提升肩甲颅 肩甲提计 人家名字说 提升肩甲骨 肩甲提 提肩甲 所以 它不主要负责 趋头 趋筋 所以说脖子 在左右晃 这个动作 跟它作用不大 B呢 胸脏乳突肌 胸脏乳突肌 是主要的趋筋脊柔 所以 单侧收缩的时候 做什么动作 来了 胸脏乳突肌 单侧收缩的时候 做什么动作 以我们左侧为例 我们说左侧的胸脏乳突肌 如果要是收缩 头向右侧转 也就是脸向右看 这个动作 还有吗 只是这个动作吗 向左边侧去 这是胸脏乳突肌 左侧的收缩的状态 胸脏乳突肌很特别 它和其他的肌肉不太一样 尤其是第一个动作 刚才我们说的 转头这个动作 它收缩的时候 是向对侧旋转 这是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大家注意了 向对侧旋转 向左侧曲的时候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左侧缩短 就向左侧曲 唯一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向对侧旋转 就是这个动作 一定要把这个寄清 相反 如果要是说左侧 胸脏乳突肌拉伸 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动作 向这边看 然后呢 向右侧去 向右侧去 这样 这是最拉伸的一个状态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寄清啊 考胸脏乳突肌比较多 因为它这个有特点 容易混 所以考的比较多 竖脊肌 竖脊肌是整个横划我们的这个脊椎的 竖脊肌 它不只是这个斜径的问题 我们的PLASMA 竞扩肌 竞扩肌是张下巴的 主要还不是低头 主要是张下巴用的 所以它和我们的斜径也没有太大关系 最主要就是胸脏乳突肌和斜径有关 我们看例题35 Metal primary responsible for elevation of the scapula 这道题就比较简单了 它问的是什么呀 它说肌肉主要负责提升肩胛骨的动作的肌肉是谁 我们刚才刚提到这个 主要负责提升肩胛骨的就是肩胛提基 就是肩胛提基 这个谜底就在谜面里 都告诉你了 肩胛骨一样提升 有同学如果要不认识这俩字 elevation和lampter 这两个都是提升的意思 可以互换提升肩胛骨 我们的A选项是中斜方肌 中斜方肌是干嘛的 什么动作 中斜方肌主要是回缩肩胛骨 retration的中斜方肌 B选项是什么 superspinal这是什么 港上肌 别不认识了 港上肌是做什么动作 做abduction 做外展这个动作 这是港上肌 最后一个凶梭手头肌 我们刚才说过 是主要的趋劲肌肉 低头用的 它和肩胛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根本就不附着在肩胛骨上 好 我们看零零三十六 Which muscle can perform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femoral A glottal maximus B glottal medius C tensor phasile letter 最后一个 三member broth 这几个肌肉是什么肌肉 A是谁 囤大肌 B呢 囤中肌 C 货金膜胀肌 最后一个 半膜肌 题目问的是什么 哪一个肌肉能执行一个 外旋 外旋骨骨 外旋骨骨 大腿外旋 大腿外旋 做这个动作 大腿外旋 给了四个肌肉 囤肌 囤大肌 囤中肌 固件膜胀肌 和半膜肌 谁是做大腿外旋 谁是做大腿外旋的 囤大肌 还是囤中肌 我看一看 囤大肌 囤中肌 囤大肌和囤中肌 谁是做外旋的 囤中肌 做不做外旋 也做 囤中肌也做外旋 囤大肌也做 但是比起来囤大肌 是主要的外旋 主要的外旋的 动作的肌肉 没有人选这两个 一个是 囤中肌 囤中肌在前面了 这个很小 这肯定不做外旋 然后是半膜肌 在后面的 半膜肌做什么动作 半膜肌主要是做我们的 宽关节的extension和膝关节的曲曲 做这个啊 而且有一点点内旋的这个动作 因为它靠里 啊 骨二头 在外面 所以有一点点靠外啊 所以有一点点外旋的 但是比起来 囤大肌 做这个外旋 那是最主要的 如果要是没有囤大肌 我们可以选这个囤中肌 它也有外旋的动作啊 好 我们看离题三十七 好 我们看离题三十七 B 叫做Tripsis Bratial C Fletcher Digital D 叫做Desire Bratial 这是哪一个 这个认识了啊 鹰嘴突啊 而且关于持股 有的同学不记着这个词 你一看和持股有关的Process To 这个字你要是认识 Process突出 和持股有关的突出 基本上就是鹰嘴 持股鹰嘴 就是持股鹰嘴啊 就这个东西 这个叫持股鹰嘴 尖尖的这个啊 就是持股鹰嘴 都没了 持股鹰嘴 所以呢 A是什么呀 哎 宣前元级 宣前元级还记得在哪吗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过一次 还有没有印象 哎 这是这个位置叫什么地方 哎 叫股谷的内上科啊 股谷的内上科啊 这是宣前元级的位置 然后B选项呢 宣三头级 哎 我们看这是宣三头级 宣三头级正好复着在持股鹰嘴上啊 在这儿啊 宣三头级机件 然后C是趋指机 趋指机也在前面啊 一说趋肯定是在前面啊 然后宣二头 宣二头也在前面啊 也在前面 他和我们的这个持股鹰嘴 这个背面没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万一这道题 你不记得具体的复着点了 也可以通过位置来把它判断出来 因为这道题只有我们宣三头级呢 在我们的后面啊 和这个持股鹰嘴突是一个方向 好 好 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儿啊 十几个立体 好的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把课程介绍到这儿啊 大家晚安 明天见